好 謝謝主席 先請陳部長 有請陳時中部長 江委員好 部長這個我想早上也有委員問到 就是AZ去年8月有來跟我們談授權製造 那部長當然也有做一些回應 那請問部長其他家 包括像輝瑞、莫德納 有沒有來跟台灣談授權製造 這方面我們都沒有開啟 不過近來我們想跟莫德納來開啟這條路 開啟了嗎 在去年 在去年因為國內在製造疫苗的 這樣的一個發展的平台都沒有mRNA 所以那時候技術不夠 那今年經過中研院 來跟我們報告他們的一個實驗室裡面 開始有發展mRNA的能力 所以因為有這樣的能力 所以我們開始跟mRNA 想要跟莫德納展開這樣的一個談判 所以計畫會跟莫德納來談代工嘛 授權製造 對 已經開始接下了嗎 我們開始有拋出這個議題 但是還沒有進入這樣的一個主題來談 已經有發出 我拋出這樣的議題說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興趣 我們有這樣的能力 好 那輝瑞有嗎 輝瑞到現在沒有 都沒有 我們看到這一塊 好 那當然部長早上有回應 就是說我們跟AZ談的時候 當然有些條件沒有談攏 最主要可能因為數量上面 他們希望我們能夠製造3億劑 但是我們只能製造1億劑 我們那時候衡量我們整個製造的一些相關的產線 然後我們還準備再增加一個產 但是也做到那樣的量而已 所以當時有計畫希望能夠增加一個產線 對 但是後來還是沒有辦法談成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做到他要的那個量 其實那時候我們都已經跟有組了一個隊 然後再開始講說怎麼樣擴增廠 怎麼樣來增購這相關的儀器 那準備在半年能夠開始做相關的生產 好 好 謝謝部長 部長可以請回 好 那接下來請經濟部 有請陳政次 好 陳次長 次長 這個關於這一次疫情 餐飲業受到很大的衝擊 重創 那其實有很多這些餐飲業的朋友 都有來陳情 來反應 就是這一次經濟部給予他們的紓困方案 條件非常的嚴苛 我想這一次整個紓困 我想不管哪一個部會 都應該秉持一個原則 就是今年的疫情 比去年嚴重不知道多少倍 所以經濟受到的衝擊 當然是更加的嚴重 所以我們在提出紓困的相關條件 要件門檻 絕對不能比去年還要差 不只應該要更寬鬆 絕對不能更嚴苛 所以我們看到對於 經濟部給予餐飲業的條件 紓困條件 反而更嚴苛 譬如說 你要拿 今年跟前年或是去年 108年前年或是同月 或是今年3到4月的平均營收 減少50% 但是去年沒有這樣的要件 去年是任何一個月 只要營收掉50%就可以申請 而且餐飲業表示 對他們來講實際的現況 大概高峰期 就是 譬如說他們旺季 是在過年或暑假 3、4月是他們的淡季 所以拿3、4月來比較 完全不合理 對他們來講是更嚴苛的條件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也就是這次你們設定的條件有 只要餐飲人數為達200人紓困補之後 三個月離職人數不能超過六分之一 但是現況是什麼 我跟次長講 對餐飲業來講 第一個 他們的流動性非常高的產業 第二 他們大部分都是僱用 產學合作的實習生 或剛出入職場的新鮮人 而這些有學生被禁 他們實習結束 就有可能會離開 第三 現在疫情特殊的情況 很多這些年輕朋友 是他的家人或父母 不希望他孩子承受這樣疫情的風險 所以自願離職 那今天你定的這個嚴苛條件 是不分自願或非自願的離職 所以是完全不合理 也非常嚴苛 這兩個要件 次長可不可以回去重新檢討 報告委員 委員的關切 事實上非常非常的 沒有次長你要跟我講 沒有錯 這個有關離職員工這個部分 我們內部有在研議 我們現在是管那個禁離職員工 也就是說比去年來講 去年是不得減班裁員 不得有 不得裁員 市長沒關係 你願意研議就可以 是是是 我們已經 在這部分的認定 儘量從寬從優 來幫助這些企業 那對於營收掉50%的認定標準呢 營收掉50% 可不可以就不要比去年還要差 比照去年我不要你更寬鬆 你不要限縮 我們現在跟108年 我們跟108年同期比 就是考慮到企業它有一個周期性 所以108年 那3 4月也就是說 即時的可以來比較 但是去年的方案只需要說 前兩年任何一個月就可以 為什麼這一次還要限縮 只有3月跟4月呢 因為3 4月是為了今年 比方說他3月才新設立的公司 109年因為去年有疫情的影響 我們故意跳過109去比108 那我們認為108他的營收會比較高 所以今年來比較的話 我們是把它從優去考量這樣的設計 但是今年沒關係 你不要只限說3 4月啊 因為5 6月開始發生 任何一個月就像去年的方案一樣 比較任何一個月 只要營收掉版主就可以 馬來次長謝謝你 只要回去重新研議檢討 我希望的立場是要更寬 至少不能差於去年的條件 我們在有限的資源頁 盡量做到寬廣 好 謝謝次長 好 接下來請勞動部徐部長 請徐部長 好 部長啊 我想 今天很多人也都問到 勞動部的紓困貸款方案 突然突襲著增加了 108年年收入低於50這樣的要件 那現在最新你們研議出來的結論是什麼 報告委員 這個條件當初是想說 讓相對弱勢的人能夠優先來聲帶 那主要是那個認定的一個標準 那麼那時候跨部會的平台會議的決議 是說看108年的各類所得 馬來部長 我聽過 你只要告訴我 現在你們願不願意調整 就是有關於認定的標準 我們會以他如果今年的那個各類所得 因為有那個癒合的資料 我們也可以來參考 不是 部長我是在談紓困貸款 我不是在講你們的紓困方案 你們的紓困方案本來108年 然後109年如果他報稅查核之後 也可以以這樣的資料來申請 沒有問題 我先講紓困貸款 我認為勞動部根本就不應該加上排付 就是拿前年年收入所得50萬以上都被排除 這完全不合理 這也是比去年的條件還要嚴苛 現在因為政院下午最新的消息說 你們要分兩波 但是去年申請的人數 紓困到你這10萬申請的人數就有110萬人 你現在只限縮50萬人完全沒有道理 完全沒有辦法救急 你完全把這些急需紓困貸款的勞工朋友排除在外 這很不合理 部長你要重新回去檢討 跟行政院講 不應該設這樣的門檻跟要件 你會讓這些弱勢勞工 我急需這筆錢 而且這還只是貸款 他要還的 你不是發給他 部長我希望你回去重新檢討 這個部分我們再反應給跨部會的平台 然後再做一些滾動的檢討 來不及要快 因為你這方是6月15號就要申請對不對 是 就是下星期二吧 我們現在至少有50萬的名額 我希望有一個具體結論 今天以前或是明天 行政院你們跨部會做出一個結論 今天多少委員都在反應 包括主席有提到 這完全不應該加上這樣子很不合理的條件 你至少要跟去年一樣 我沒有叫你更優的條件 你反而是更差 這個政府為什麼要這樣刁難勞工 其實不是刁難 其實是要讓相對弱勢的人 尤其因為今年名額減少 你這樣不只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製造更多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部長回去重新檢討這個方案 可以嗎 我們會反應到平台去做一個 在滾動的一個檢討 好 謝謝 謝謝蔣文吳有言 那個部長 真的這個很多委員在談 真的要趕快及時處理 那接著我們請另外座委員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